有好像都是暴動說要來朝鮮 說來這邊嗎 歡迎大家就是幫我們增加一點買進 很請 定位滿了 真的假的 定位滿了 真的 滿到什麼時候 哇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很謝謝 謝謝大家 當初怎麼會有這個機會可以接出來 學草版 那個時候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所以我本身工作量就有減少 那減少之後啊 剛好 因為我們就是 他是我同學的朋友 然後呢 就有這個姻緣際會 那我就覺得還滿有興趣的 想要學一下熱草的感覺 跟家裡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我就來了 我是來這邊才特別學廚藝的 對 那平常的話呢 都是在家裡面啊 就是家裡面每天都會煮嘛 那從小就跟著媽媽一起煮到大 對 然後後來呢 有這個機會 我就再加碼 多學一點 最難的地方我覺得就是 甩鍋 其實甩鍋最難 對 因為他要大火 那你第一個你要不怕火 那有時候油噴 然後你鍋子又重 然後還有翻的角度 我也曾經就是把很多東西 翻到外面去 對 欸 在到什麼之後啊 大概心情怎麼樣 你都很意外 我覺得我到現在還在 就是處於一個 震驚的狀態 對 對 就是一直卡在這邊 就啊 怎麼會 就是這樣 這麼多人看 那也謝謝大家的熱情 真的 謝謝大家的熱情 就是暴動說要來朝鮮 說來這邊嗎 歡迎大家就是幫我們增加一點買進 很奇 定位滿了 真的假的 定位滿了 真的 滿到什麼時候 哇 很小 很小 4月10號還有人要包養喝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很謝謝 那爆紅之後是接下來想要進入演藝圈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一定欸 因為我覺得演藝圈它是一個 需要 很多 能力啊 貴人啊 還有機會賞吃的地方 然後當然它也是一個 競爭很大的地方 那如果有的話也可以 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會想要朝向哪一個方向來 朝向哪一個方向 因為我還沒有特別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現在也沒有辦法跟你很確定的說 喔我一定 就要往哪一個方向去這樣子 對 因為現在也沒有說 就是有這個機會或怎麼樣的 我覺得就是順其自然 有不少網友關心說 你現在目前是單身狀態嗎 是 是單身 有這個問題 好像有很多人都有問 我就回答大家 對是單身